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每周360 今天 Ivan 跟志凯就试车了 所以就由我 阿隼 来为大家播报这一期的每周360 第一则新闻 Honda Malaysia 正式推出 Honda City Hatchback 1.5V 搭载 Honda Sensing 的版本 新的版本叫做 Honda City Hatchback V Sensing 新的车型是位于 Vspec City Hatchback 还有 RS City Hatchback 之间的一个新车型 在外观方面 它和 Vspec 的车型一样 有着 LED 的头灯、雾灯 以及 LED 的3D 尾灯 还有16寸的 Sport Rim 运动化轮圈 至于引擎方面 它搭载的引擎是一具1.5公升的 IV-TEC 自然进气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为 119 HP 峰值流力145Nm 内式方面 它和原本的 Vspec 车型 一模一样 只是这一次 加入了 RS 车型专属的 7英寸半数位化仪表 来取代之前的直升式仪表 当然最主要的是 它加入了 Honda Sensing 的先进安全辅助配备 功能包括 主动式定速巡航 自动紧急刹车 车道便宜辅助 自动远近光灯调节 等等功能 这个全新的 City Hatchback Vsensing 版本 售价是 91708块 而这个售价 只比原本的 Vspec 版本 贵了不到 4000令吉 你会为了这么多的安全辅助配备 而买单吗 欢迎在下方留言区评论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 第2则新闻 Hyundai 2Zone 正式现身我国 近日 就有网名在Hyundai的showroom 拍到了 还未发布的 Hyundai 2Zone 而这一次被拍到的版本 是长轴距版本 它和飙轴车型的差别 主要在于吸住之后的 三角窗变得更大了 因此 你会获得更大的空间 车身轴距方面 它有2755厘米 而这个数据 是比起其他同级对手 Proton的 X70 以及 Honda的CRV 更长的 因此可以预计它的空间表现 将会比它们更优秀 外观方面 全新的2Zone 设计非常前卫 它采用了 Hyundai 甲族 全新的Parametric Dynamics 设计理念 这个设计将 水箱护罩以及 前大灯组 组合在一起 让它看起来 仿佛是一体式的 整个感觉给人 非常霸气 非常好看 动力部分 在外国的 Hyundai 2Zone 有着三种动力可以选择 分别是 2.5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1.6涡轮增压引擎 加上 Hybrid混合动力系统 以及 1.6涡轮增压引擎 加上 PHEV 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 我们先来讲讲 这个 2.5公升的 Smart Stream 自然进气引擎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有187HP 峰值扭力有241Nm 至于 1.6公升的 涡轮增压引擎版本 它的引擎能够输出 177HP 的马力 以及 265Nm的扭力 搭配上一具 59HP 的电动机后 综合输出能够来到 225HP 加 350Nm 是的 两个混合动力引擎的版本 输出都是一样的 不过 在于电池组方面 它们还是有区别的 Hybrid 版本 它的电池组是 1.49千瓦时 而PHEV 则是 13.8千瓦时 它能够让你 以纯电的方式 行驶45公里 而且如果你用7.2千瓦时的充电器充电的话 只要不到2小时 就能将电池充满 只是目前我们还不知道原厂 会将哪一个车型引入我国贩售 除此之外 一同拍到的 还有Genesis G180 不过 这款车大概率不会在我国发布 相信只是作为原厂的测试车 或者 是原厂高层的用车而已 第三则新闻 又一家中国车企要进入我国市场 这一次是长城汽车 最近我们目击到长城汽车正在我国的招聘网站上面 招聘新员工 而且还招聘多个重要职位 长城汽车是中国五大汽车集团之一 他们旗下拥有5个主要品牌 包括了 哈佛 欧拉 长城 坦克 以及 卫牌 其实这不是长城第一次进入我国市场 在之前 他们的哈佛 就有曾经在我国市场贩售过 只是 当时是由Go Auto来代理 不过当时的销量其实并没有太好 那这一次呢 是原厂亲自进入我国 因此相信他们可能会有特别的对策 来提高他们的销量 而根据我们猜测 原厂旗下将会有两款车子 是最有可能进入我国的 包括了哈佛的H6 以及早前多次被爆料在我国出现的 欧拉好猫 至于原厂到底会以哪一款车子 来到我国市场 我们暂时还不清楚 只能等待原厂的官方确认了 对于又一家中国车企进入我国市场 你们期待吗 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们 第四则新闻 吉利 酷瑞 正式在菲律宾市场 推出小改款车型 而这一次小改款的车型 就是早前已经在中国发布的 冰月Pro 而酷瑞 就是我国Proton X50的双身车型 外观上 小改款的酷瑞 换上了全新的 蜂窝式水箱护罩 以及 针对保险杆等部位 做出了细微的更动 其余细节 和现款车型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而内饰方面 则是相对变化较大的 从原本10.25寸的中控触屏主机 升级成了12.3寸 而它的排档杆设计 也从原本的鸡腿造型 改换成了 游艇式的推杆造型 看起来更为漂亮 和高级了 来到动力部分 它还是打载原本那一具 1.5公升的 三缸涡轮增压引擎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177HP 峰值扭力255Nm 并没有因为小改款而做出调整 而在中国的冰月Pro上面出现的 四缸涡轮增压引擎 则暂时不知道会不会搭载在 Corey上面 这具引擎的最大马力表现 其实和现有的三缸引擎差不多 只是它稍微提升至178HP 而对于小改款车型 不知道Proton 会不会有兴趣也在X50上面推出小改款呢 欢迎你留言和我们讨论 好啦,这期的影片也来到了尾声 这是我第一次拍影片 如果有什么做得不好的 请大家多多包涵 我是阿笋,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